白髮蒼蒼坐在鋼琴前 他是已故的国宝籍音乐大师郭芝苑 2013年因为大肠癌病逝 一生致力于台湾本土音乐的创作 今年适逢他百岁名诞 为了纪念他的成就 北中南将举办四场音乐会 相关的纪念活动也陆续展开 当管风琪遇上交响曲 前所未有的音乐响宴 将在7号下午登场 音乐会的地点就在郭芝苑的苗栗故居 虽然今年因应防疫 只有他的家属和好友能够出席 不过这场表演 民众在网路上也看得见 而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录影 向他道谢 我要谢谢郭芝苑音乐协进会 及文化总会 在台北高雄和郭老师苗栗的故居 举办纪念音乐会 让我们一起怀念郭芝苑老师 也谢谢他一生为台湾文化的奉献努力 当我们初见的一日 凤飞飞这首耳熟能详的初见一日 就是出自郭芝苑手中 台湾第一部交响乐 第一部管弦乐 完整歌剧和协奏曲 全都是由他完成 郭芝苑在台湾文化中 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也为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 迷之秀一位向你见尾 台报道